继去年大热的台湾本土电影《镇头之后》 又一部充满了雷雷鼓声的台湾电影新作《四位男孩》 于29日与粉丝首度见面 主演李嘉颖及扣家瑞等人都现身台上 但二人分头却被侧欲导演王小弟和作夫 玻璃市大人的蓝正龙抢奏 身为李嘉颖好友蓝正龙当场变身吐槽王 那他与发展了两个地下恋情的马之香 恶搞不停让李嘉颖一脸羞涩的大呼吁可以下台了 感触真的非常多 那看到他们就是刚才跟同台之间的互动啊 大家这样感情非常好 就让我想起我跟马之香以前也是很热情这样年轻的 那跟我们可以下台了 谢谢 而台湾金周市的扣世勋之子扣家瑞 为演出戏中鼓团老实的沈云丝夏云的情业练习 在现场敲击和大鼓迎的阵阵掌声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